大家好,又是我小妻 我今天想分享一個懷舊的蒸飯 材料是我昨天介紹煲仔飯的 我自己醃了一份排骨,大吃了一半 現在留在今天做一個懷舊蒸飯 昨天拼潤腸,今天用臘腸 也是一個水浸著的芥蘭,稍後會比較爽 也有一個拌半的米 最後又是加點蔥,加點煲仔飯試 現在水滾了,我們就放飯下去 大家看到飯的水份跟電飯煲差不多 我都說過,每人瘦水不同的米 你們自己去衡量,可以看看我的水多少 現在就吸蓋,我大約會煮10分鐘左右 其實它很快熟的,視乎大家的爐 我現在的火都比較大,因為始終都是蒸飯 我稍後再說,稍後再跟大家說 好了,現在已經8分鐘了 大家看到嗎? 飯已經是粒粒成了形 但當然,還未乾身更濕 我現在去加點排骨 好,那我的習慣就放一點洞 那隨你喜好,有些人就不放 不過我就覺得放了,適合我煮一點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好了,我已經放了我的排骨 昨晚葉的排骨和臘腸下去了 我們可以蓋過,稍後再下菜 不過儘量放平一點 儘量按平一點 欸呀,只剩了紅椒 按平一點 OK 那它留下位置,待會放菜 好了,兩分鐘,先放下它 嘩,已經很美,那再放下菜 好,那些菜已經放好了 再焗在一起,再煮 因為還未熟透了 現在已經大火 剛才放了菜 到現在就3分鐘左右 我們先偷看一下 現在應該已經完成了 因為已經5分鐘時間了 我們先看一下 已經熟透了 我就拿出去拍照給大家看 蒸飯已經大功告成了 不過記住大家拿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熱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點 我現在一樣也是加蔥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吃蔥 你們就不要加 我再加點豉油 一隻手放得不好 OK 當我放了 我稍後再拿開菜 給大家看看飯夠不夠乾 好 我已經拿開了菜 出了煙 大家看看我的飯 全部都是粒粒和乾 大家以前有沒有試過去酒樓 吃那些中頭飯 旁邊很濕 但也很好吃 我不想說別人不好吃 有不同口味 不過我自己比較喜歡做到粒粒 不要太軟 那懷舊蒸飯和煲仔飯不同 我昨天就分享了煲仔飯 今天就分享懷舊蒸飯 由於排骨 我那裏十幾元 我吃不完 就留一半 通常我都會想定 第二天煮些什麼 另外我剩下的肉餅 讓我想一想 下一集會不會去分享一下 肉碎蒸水蛋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今天應該進步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話 就訂閱我的影片 支持我給我一點信心 多謝 拜拜